12月25日零时左右 湖州市公安局南太湖新区分局 接到居民报警 说家里一名86岁的老人 自24号晚离家后一直未归 当天天寒地冻 家人对老人的安危很是担心 接到报警后 当地警方立即展开了搜索 我们第一时间 跟老人的家属取得联系 发现老人是在晚上 20、20 也就是晚上10点钟左右 从家里离家出走 老人出走时 衣着比较担保 并且老人是有老年痴呆的情况的 情况危急 当地警方立即组织力量展开搜救 一方面调配警力展开路面巡查 另一方面调取公共视频逐侦查看 试图锁定老人走时的大致范围 我们是作为视频侦查组 在这个走时范围内 进行视频的这个跟踪 那么我们在跟了将近两三个小时 也就是在凌晨三点钟左右 发现老人在一个没有灯光的荒路上 转进了一片在建工地 这片在建工地由三个小工地组成 整个面积达到2.5平方公里 工地上黑灯瞎火的 地面又是泥泞不堪 一个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八旬老人 迷失当中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意外 救援人员立即以小组形式分区块 围绕这片在建工地展开地毯式搜索 在地面展开地毯式搜索的同时 湖州市局特警支队队员 还利用热成像无人机 对目标区域进行了热源追踪 随时为搜救队员提供实时信息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走势老人的安危 时刻牵动着救援队员的心 大家忘记了连续坚守在港的疲惫 克服了刚刚降下体温的虚弱 甚至有人还为康复就毅然返港 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工地里四处搜寻 当时气温非常低 在湖州是这个零下三摄氏度 零下三度 最后我们是在早上七点钟 天蒙蒙亮的时候 工地里面的工人 发现在这个工地的最中央 在这个堆土方的地方 有一个老人浑身就是湿透了 站在这个泥地上 那里有路可以出去 这位老人正是大家苦苦寻找了 一个通宵的走势老人 当时老人全身发抖 动得说不出话来 衣服裤子已全部湿透 据事后分析 由于工地实在太大 通行条件不佳 老人误闯工地之后 就被困在了工地里 找到老人之后 民警随即将老人 送往医院进行检查 所幸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记者盛卫东编辑报道